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賽事爆麻仔 那今天我們有位特別來賓 就是上週剛跑完明古屋女子馬的小編黑打 要跟我們分享就是她上禮拜跑步的心得 那想問一下黑打就是 明古屋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他們的救護站 我記得我跑到22公里的時候 兩隻腳步四頭肌都超級痛痛 那我沒有辦法再走 然後剛好旁邊一個救護站我就走進去 就想說拍一點雞樂或是拉拉雞 那沒想到他們的工作人員就很傾氣的 就問我說你還好嗎 因為大家都講日文 大家也聽不懂我講什麼 然後我就指我的腳 就是一臉很痛苦的樣子 他就講一連串英文 然後他就突然說馬殺雞 我都聽不懂 我中間有馬殺雞三個字 我就一直點頭 我就想說我要我要馬殺雞 然後他就帶我到旁邊 就是旁邊的頂上就三個位子 他就要我躺下來 然後就請了那個一個救護人員幫我按摩 就按摩我的骨刺喉筋 然後按完之後還幫我拉筋 我事後一趟天倒 為什麼我沒聽他說 其實我肩膀也很痛啊 我全身上要弄 我全身上要弄 我一看這邊按完全身在走才對 然後另外一個想說黑打的就是 那你跑完之後覺得跟台灣的賽事 就是有哪些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他們膠管做得很好 然後另外一般是 職工會拿那個垃圾袋在旁邊 會收你的比如說你吃完了 能量膠的垃圾啊 就是他們很會去維持他們賽道的感情 而且就是你會覺得他們動用了非常非常多的職工 我在前一天去Export的時候 就會看到超多人穿著那個 就是本來貼物的背鞋 他們職工已經是那種老人家 就是你看起來他就是已經是退休老人家 我想問一個問題 當你站在機跑店在等的時候 你心裡想什麼 一句話 我應該可以玩賽吧 到終點 你進了終點之後 那個心中的第一個念頭是什麼 大概到最後兩公里的時候 因為我後面我22公里都動用走了 然後在中途的時候 我帶手機 然後我傳點去給我先生 跟他講說我真的好累我頭不動 而且我腳好痛 結果跑得拍這樣 因為他那個有可以看即時的 你早上有網站然後輸我的號碼 我就隨便追走 所以到40公里的時候 先生就突然傳了訊息說 加油你快到了加油 你真的很棒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哭了 我想說我真的好累喔 然後就是但是你覺得知道說 有人在幫你加油 真的很想吃 可是你還是完成了 恭喜你配搭 謝謝 再來我們要介紹兩場即將報名截止的賽事 那第一場賽事呢 是阿里山雲端路跑 他今年來到第二街 然後呢主辦的時間是5月20號 去年的朋友評價說 因為他是高海拔賽事 賽道站空氣好 但是前一天上山光走 顧道就有點喘 因為他海拔有2200公尺 會讓人家有點頭暈 但是呢賽後補給吃到飽 然後有愛玉跟便當 今年不知道有沒有 只有朋友提醒說 在回程的路上 膠管上面可以再多細心一點 但是呢評價都還蠻不錯的 去年的評論有4點6分高分 第二場賽事呢 是一場海外馬拉松 韓國慶州櫻花馬拉松 這場賽事呢 也受到許多台灣跑友的歡迎 然後如果你想要一邊賞櫻花 一邊跑馬拉松的話 是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重點是他的報名費全馬 只要800多塊台幣 還蠻划算的喔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賽事報馬仔 那更多節漿節脂的賽事 就看我們的列表囉 那更多節漿節脂的賽事 我們要先來看 我們要先來看 我們要先來看